在裡面了 然後再塞過 塞過 對這樣會比較好 先和好再塞 還是塞好再和 和好再塞 這樣它也會比較均勻 記得一定要塞 有時候麵粉如果放久了 會長那個小蟲 也可以把它塞掉 對 好 這樣 你看這樣就好了 好 OK 那我們來吃東西 我在這裡 就已經聞到很香 但它已經選 裡面都是熟的了嗎 麵粉是生的 麵粉是生的 所以它就要烤 烤餅乾 對 好 來 哇 蛤 你在當貢丸啊 蛤 待會兒要弄扁對不對 壓扁 需要 對 要不然這樣很難烤熟 對 對 就是這樣 真的貢丸餅乾 烤鋪熟 就把它弄開 弄餅就好了 對 故意給它不規則了 對 手工餅乾這樣子 手工餅乾 這個是手工餅乾 真的 然後 太靠近的話 就三個黏在一塊 會 對 連體音 對 好這樣子 也是越薄越容易烤熟 太厚的不容易烤熟 對 因為我們烤的話 我現在120度C的那個火去烤 然後要烤25分鐘 是 因為你看我剛才放一點點的泡打粉 所以烤的時間會加緊一點 是 那我也不會墨太厚 那你看我這樣都好 剛才還有一些核桃對不對 是 是 我再把它放上面 因為很漂亮 那只是這樣 再放再放 這樣看就說 再放 有看到 對對對 唉唷 這樣子 老闆你都各給它三顆 你看裡面其實這樣好多 我們這樣子 好 來就這樣 我們做多放一顆 漂亮 好 好 有一些先做好 好 但還沒有烤 還沒烤 那為什麼做好 放久一點點 顏色就變成了 對 你看這個顏色是比較沉的 對 就因為你 你置放一下 那顏色自然會變成 對 那烤好的就黑色還是 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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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點 好 好 我們烤一下 上下火多少 我是用180度 烤多久 烤25分鐘 25分鐘 這個時間 我們當然不要灑灑在這裡等 我們就到隔壁去 好 我們來找張老師 張老師這裡一定要有好豐富 對 這一塊就知道這不是很甜的 做鹹的那種 你今天要做什麼豆漿 高鮮無糖豆漿 哎呀 高鮮無糖豆漿 一般人在講就講青漿 對 對 今天吃的都沒什麼青漿 不過一般講的那個青漿 很難下咽 不甜也不鹹 很難喝 對不對 我們如果要做到又能堅峻美味好喝 高鮮的無糖豆漿 看你們要表演 看你們的 是不是用黃豆 對 然後要不要泡過水 要泡看你的天氣 反正就像這種天氣四到六個小時就可以了 四到六個小時 好 泡了六個鐘頭 這個是半斤的黃豆 黃豆是還沒泡水的重量 泡水完可能一斤多了 對 所以過水份的時候是味道水之前的重量 半斤的黃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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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這邊水是那邊的一倍 對 因為如果做生理人 我也是一定要這樣 所以像這樣 我們之後 就跟你說 很濃稠很濃郁 太濃稠了 對 水擦 好